Hello Jessica 讀者大家好 我是小黑 接下來我將會有一個二次創作的右畫展 以前在雜誌畫專欄改了很多歌詞 已經習慣了二次創作 因為二次創作很適合香港人的 香港人是很小聰明 不太求根底 所以二次創作是很適合香港人的性格 應該說 以前改歌詞改了很多 今次想在一張畫布上試試改歌詞 我就想了一條招 我去深圳的大昏邨 即是游華邨 買了一批畫 我本來是想賣香港的夜景 日景或是夜景 即是一個landscape 再在上面把大廈變成我自己的漫畫中的角色 就像改歌詞一樣 本來有首歌我將它改頭換臉 本來有張畫可以怎樣改呢 我想玩一次這樣的遊戲 我很喜歡那批畫 因為那批畫其實是完全沒有靈魂的 真的 我不是取笑或是評判 只是你明白大昏邨的整個運作 你就明白為何我這麼說 所以我其實的任務就是加個靈魂進去 但有趣的地方就是 原來現在很難找香港的畫 那裏有很多間店 我想十間 幾乎沒有一兩間是有香港畫的 因為不流行 即是 跟香港的地位一樣 已經不流行 現在他們不畫了 他們畫紐約的 因為我總共有21張畫 我畫到第四、五張左右 開始有點不對勁 你畫畫原來是一種 是一種meditation 即是一種靜心的行為 你一靜下來 其實有些東西會通了 這次我通了甚麼 我想我通了一些零 我是說真的 不是開玩笑 是 總之我的情緒開始有些 好像有些不是我自己生出來的東西 這樣 我都沒有理會他 有幾張都沒有理會他 接著我就要飛東京 因為我跟家人去旅行 因為趕不及 我就帶著畫畫 有一張是很大張的 在酒店鋪在床上畫 那一晚只能夠用很感動去形容 因為畫畫很安靜的時候 我很肯定 我是通了原本的畫師的一些情緒 這個不是鬼故來的 因為通的東西不是鬼 是一些能量 我簡直感覺到他落這一筆 你感覺到他畫這張 原本的時候的某一種情緒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